当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想必本届欧洲杯东道组德国队呢 应该已经提前中小组成功出现 欧洲杯球衣第一期 当然就要跟大家看一下德国队的球衣 这两届球衣能否为东道组加持 完成他们夺得欧洲杯的梦想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德国队主场的球衣啊 全线主场的球衣呢 以传统的白色作为主调颜色 肩部呈现出明显的色彩渐变 将德国国企的颜色呢 跟球衣融合在一起 虽说啊这些都是德国队球衣历史当中呢 反复出现过的配色了 但回看过去很多届的大赛 德国的主场的球衣已经很久没有在球衣上面 看到熟悉的国旗配色了 哇 全个蓝脸东桶翻塞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德国队客场的球衣 这一次的客场的球衣呢 配色非常破格的 选用了渐变的粉色 作为球衣的主调的颜色 过往呢我们看到国家队的球衣 哪怕是客场的球衣啊 都是比较遵循国家元素 或者呢历史曾经出现过的配色了 但最近几年开始发现啊 品牌在国家队上选用的配色呢 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胆了 比如说今年德国的粉色 西班牙的荧光色 比利时的天蓝色 以及英格兰的深紫色等等 这些内容呢 在之后的视频里面 也会陆续跟大家分享啊 记得要先点赞关注哦 大家所看到这两件的球衣呢 均为球员版 对灰三条纹的logo 以及肩部的三条纹呢 均为烫印 面料上呢 跟之前的球员版 没有太大变化 下摆呢 加上这个白金的小标 看上去啊 球员版就更高级了 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 本届欧洲杯的臂章呢 哎 今年欧洲杯的臂章呢 颜色可以说非常的缤纷啊 我觉得跟德国主场 渐变的这个肩部的色彩呢 可以说是绝配啊 而从2027年开始呢 德国队将会更换 自己合作了70年的赞助商 那就代表本届的赛事呢 将是这个德国本土的品牌呢 最后一次在欧洲杯上面呢 赞助德国队了 关于本届欧洲杯球衣 包括尺码如何选择 球迷版和球员版 买哪一个等等啊 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下面 留下你想知道的问题啊 最后的互动环节 本届德国队的主客场球衣 你会选择应哪个球员呢